诗诗纪第十章 亚比米勒之后,有以萨加人朵朵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 他住在以法连山地的沙密。 陀拉治理以色列人二十三年就死了,埋葬在沙密。 在他之后,有激烈人雅尔兴起治理以色列人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头驴鞠。 他们有三十座城,叫做哈威特·雅尔,直到今日都是在激烈地。 雅尔死了以后,就埋葬在加门。 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服侍众巴利和亚斯塔路,以及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 亚兰人的神,菲利士人的神。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不再服侍他。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菲利士人的手中和亚兰人的手中。 从那一年起,他们就迫害欺压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在约旦河东边,住在亚摩利人之地的以色列人, 共十八年。 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 遍亚敏和以法连加, 以色列人就非常困苦。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说, 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 服侍众八力。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我不是曾经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 亚摩利人,亚门人和菲利士人吗? 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压迫你们。 你们向我哀求,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竟离弃了我,服侍别的神。 因此,我不再拯救你们了。 你们去向你们拣选的神呼求吧, 让他们在你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拯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 我们犯了罪了, 你任意对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从他们中间除去外族人的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心因以色列人所受的患难就很着急。 当时,亚门人聚集起来在基列安营, 以色列人也聚集在米斯巴安营。 激烈的人民和众领袖彼此说, 谁先去攻打亚门人, 谁就可以做激烈所有居民的首领。